这一次我们要跑的是多类的 所以我们直接用Iris就好了 所以我们要再开一个新的New File 或者你用刚刚的也可以R Script 开一个R Script 在这个之前我们要用多类的 我们刚才的GLM只能跑两类 不然我跑一次给你看 Reload 就会等于Reload 如果直接写等于GLM 然后我把Species Ears 然后用全部的来预测 对不对 我的Data用Iris 然后我的Family 用Binomial 对不对 它会告诉你产生一个错误 对不对 怎么呢 所以GLM它预设着跑两类 可以吗 GLM它预设着跑两类 那我们要跑多类怎么办 我们要叫别人写的套件 那有两个套件可以用 那我只叫一个叫Mlogit Mlogit 所以呢 我们要载入Mlogit的这个套件来用 那怎么载入Mlogit的套件来用 然后我们在Console window这里先install 先install 先install这个套件 所以这里有一个install packages 然后呢 我们installMlogit 可以吗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看过Logit了 对不对 Logit是什么 Logit就是 把art ratio取log 所以就会变成只有linear form 对不对 所以它叫做Mlogit 上网 那上网的时候你会出现这个红色的 这个红色的它不是错误 它告诉你说它要去试哪一个 URL 它只是告诉你information 它去试了哪个URL 然后呢 这个URL它下载了什么东西 它的档案大小多少 所以它会去下载它需要的档案 然后帮你做安装 最后会告诉你说 你虽然只有装Mlogit 你看哦 你只有装Mlogit 其实它装了好多个哦 它装了什么 MIS-C-Tools sandwich 啊什么formula 什么mastic 这很多细节我都不太懂 Rule 什么 然后最后再帮你装Mlogit 这样可以吗 它有把相关的套件都装完 好来试一下 先把这个Mlogit装一装 你只要打这一行指令就好 在这里 上次有讲过吗 有装过你可以再装MG 这个另外一个班子装过 你可以再装MG 它搞不好它已经改版了 它这个套件有的改很快 有的你一个月就改一次 我去年讲的套件今年都不一样 去年讲不能用的今年把握的用 用 去年IRT里面有个东西不能用 那我就写信给那个作者 因为作者在一个架子就往后 他听不懂中文的事情 在他拍习 没有啦很感谢他 很感谢他 很感谢他 那Mlogit呢他比较讨厌的是 他的资料的形态要改变 他资料的形态要改变 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下 他不可以用原始的IRIS的资料下去 他要改变他的资料形态 他要用一个叫Mlogit的Data 来实作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用啦 首先呢第一行就不用这个了 第一行你要使用Mlogit的套件 你要先把它载进来 你做install完 install只有安装在你的电脑 你要使用的时候再叫他出来一下 所以你要用一个叫Library Library把它叫出来 叫做Mlogit 对不对 然后弄一下 弄完之后他就会告诉你说 你看这又不是错了 你看 这是他loading什么要求的package loading loading package loading package 然后 请你跑完了之后 你看 他有很好心的告诉你说 如果你用了这个套件 请你cite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你有什么问题呢 你可以写 你可以到哪个地方去看 好 那有了这个载进来之后 你出现这些红色的讯息 不代表错 是代表你载入了 载入了之后呢 我们要来用一个叫做 Mlogit的Data 这个比较麻烦 来 这个呢我给它叫做Iris 一个新的Iris 你先看我怎么做 Iris 1 Iris 1是什么呢 是原来的Iris 用了一个叫做Mlogit 这个指令 Mlogit 有一个Data 有没有 好 那我要把我的资料形态 改成Mlogit 可以用的 来他的第一个位置放的是什么 放的就是原来的Iris 因为我把Iris改变成Mlogit 可以用的形态 好 好第二个变数呢 你要告诉他说 哪一个是类别 哪一个是SETOSA 哪一个Color 哪一个蓝位的名称 是SETOSA SETOSA 不是Color 不是Ginita 对不对 这个也蛮简单的 蓝位的名称呢 这个叫做 想一下 这叫Choice 对 叫他的是哪一个类别 最讨厌就是名字又不一样 Choice Choice 是哪一个 是 Species 对不对 类别放在Species 好 第三个 第三个 这个比较讨厌 第三个这个呢 是他的Shape 他的 这个形态 他的Shape 如果我们一般做分类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用外的就可以了 好 他总共有两个形态 另外一个我忘记叫名字 叫什么 那通常我们在做分类 只要用外的就可以了 好 你先看我跑完 好 弄完之后呢 这个Iris 1变成什么 我把它点开 打开给你看 这是我们的Iris 1 来我们先看Iris 1是什么 先了解一下 这里 前面这三笔 你会发现数字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他把一笔变成几笔 变成三笔 对吗 所以你看这里 这个也是一样 这里有4.6 这三笔是一样的吗 他把一笔变三笔 好那这三笔前面50笔都是SETOSA 所以这50笔其实都是SETOSA 但是你发现呢 他变成了什么 SETOSA 这里怎么会有VASIKAR 这里会有VASIKAR SETOSA VASIKAR VASIKAR SETOSA VASIKAR VASIKAR 所以他会照你的类别 把它变成多笔 假设你三类 他就把一笔变三笔 五类就把一笔变五笔 就这样 好 所以你看他前面还会有类别 那这三笔呢 其实应该是属于SETOSA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后面这里 他的Species他写TU TU TU是什么意思 哦这笔是SETOSA 对的 下面两个是什么 FORCE 对不对 FORCE是说 这笔不属于VASIKAR 这笔不属于VASIKAR 对 所以他把它变成三笔之后呢 他后面再多一个标号 告诉你说他是SETOSA 他不是VASI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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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笔是SETOSA 不是VASIKAR 不是VASIKAR 他把它变成这样 他的资料形态要长这样 可以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 下面 这是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这边有标号第四笔 对不对 第五十笔开始 五十一笔开始是属于 五十一在这里 五十一笔开始是属于VASIKAR 对不对 所以你看五十一笔在这里 五十一笔 看一下 五十一笔在这里哦 这三个数据都一样 对不对 但是他这里是FORCE 就是他不属于SETOSA 他是属于VASIKAR 他不属于VASIKAR 有没有 他只是把它变成这样 所以他就等于全部都复制成三 乘以三这样而已 所以 本来有150笔资料 三类 他现在会变成几笔资料 450笔 对不对 所以看一下 是不是变成450 对不对 好 那另外有一个很讨厌的就是他这里 所以 最后这两个地方 最后这两个地方 最后这两个地方是什么意思 你看这里是一 这个 有一点难看 这里已经有 告诉你这第一笔第一笔第一笔 这里 有出现一个一 哦 这个一也是第一笔的意思吗 再看一下 第六笔 第六笔 这里有六个 也是第六笔的意思 有没有 这里是SETOSA VASIKAR 这里也是SETOSA VASIKAR 对不对 所以他只是把什么 一点 这个东西拆成两个部分 这样而已 所以后面这两个 对我们分类也没有帮助嘛 对不对 有时候有用 有用的人会留着哦 那像我们对我们而言 我们只要丢进去跑 没有用嘛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留着 这样 所以可以把它拿掉 那怎么把它拿掉 我现在把它关掉 如果你要把它拿掉的话 再多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叫做DROP DROP INDES 要不要把后面那些 index拿掉 要 所以要改成True DROP INDES 要把它变成True 好 这样我再RUN一次 RUN完之后呢 我再去看一次IRIS1 后面就没有了 这样比较漂亮 可以吗 好 好来 试一下这一行 你如果觉得这一行太长了 你可以随便找逗号后面按一个Enter 但是人家RUN的时候 要记得两行选起来 一起RUN哦 齁 来 试一下 好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IRIS1 诶 等候怎么这么不清楚 这一间 就这样投影机 没有换 那个DROP INDES 要看你自己有没有用 你如果觉得它很有用的话 你要把它留着可以 它不会影响到它的起步 比较长了齁 比较长了齁 那个Choice就是放它的类比 哪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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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哪一类哪一类的 那个Shape啊 我每次读每次都会忘 因为我几乎不会用到另外一个 如果没有记错另外一个 应该是RUN 那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想知道 你可以上网去查 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可以查到中文 有人告诉你那个Shape 那个形态 它两个形态有什么差异 可以吗 那可以完了之后 后面就简单了 后面就一样把它丢到Mlogic里面 它系数就跑出来了 它系数就跑出来了 对 好那接下来 接下来大家应该这个步骤都会了齁 就ReLoud 那ReLoud 那ReLoud就直接用到Mlogic里面去了 就直接丢到Mlogic 所以就是等于Mlogic 好 那Logic呢 我们直接 比较 呃 我们直接把这个 Species 对不对 好 来这里要注意一下 我打错字了 因为Mlogic 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如果你只是要用logistic的model 记住这里要多一个 猫猫虫 要多一个0 这样可以吗 猫猫虫0 然后后面才放我们的变数名称 好后面才放我们的变数名称 好 记得要用猫猫虫0 可以在一杠 后面才可以放变数名称 来这里呢 我们都要有一个尝试的精神 什么叫尝试的精神呢 我们要用点来试试看 对不对 点不是代表全部吗 尝试一下 用点都可以 好 然后Data是我们的 新的Iris 1 你弄 它告诉你它不懂 它不懂点 但它不懂点的时候 你就要哭哭了 为什么要哭哭呢 你要怎么办 自己打 配偷打 manx 可以吗 manx 然后加上 诶 诶不是 应该是saple 对不对 所以是saple 打manx 然后加上 saple 打wise OK 然后 再往下 继续加 对不对 加上 paple 打manx 加上 paple 打wise 所以这个 这个实在不太适合 用来做什么 用来做大数据分析 我打错了 诶 我打错了 saple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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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哦 好 这样就会有它的结果出来 好 那这时候我们再打一个suffering 看一下结果 relaught no 来先看结果 先听我解释结果 你看结果好长 有没有 对不对 哪一个类别是reference label 我们有三类嘛 一类拿来当reference label 那是哪一个类别 setosa 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他setosa不见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预设是把第一个类别 拿来当做reference label 可以吗 所以呢 他这边你看到的只有什么 vercicolor的结句 所以会有vercicolor verci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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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是 verge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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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怎么把它去改变它的reference label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先试试看 那你先看一下结果 那你顺便想一下这个结果 你有没有办法写出来 没有办法写出来 就是写那个公式出来 但是第三个字幕 可以 平滅 有一个 下 非常 一支 一支 真 反正 这是 你 谢谢观看 可以吗 你们看到下面的数据吗 有 可以喔 你现在要读一下下面的数据 看会不会读喔 谢谢 谢谢 哦 那个 每一个 每一个 好 谢谢 谢谢 好 通常上課發白紙就不是好事 老師什麼時候上課會發白紙 白紙耶 只有白色的鼓鼻 那一根植鼓鼻嗎 那你植植鼓鼻嗎 好 那可以中學喔 那不行 一定要寫 我做完了嗎 那個白紙不好看 我幫他上門了 我先不要擋錯字啊 黑頭 黑頭沒有分 不要 不要擋錯字 好 你用Savory看一下結果 好長喔 欸 先給我寫這一張嗎 沒有 不是這一張 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怎麼改reference table 現在是setosa是reference table對不對 那如果我不想用setosa當reference table怎麼辦 你看 我一樣把這個copy一次 然後我一樣貼到下面來就好 然後呢 我把這個relar要改成relar1 要換另外一個relar 因為我不想改到 只是在後面再加上一個叫什麼 再加上一個叫reference table 所以要一個reference 欸 怎麼沒有 re 這個re level 可以嗎 re level re level 我把它換成vergenica vergenica 我有答錯嗎 沒有 好 然後這時候呢 再全部選起來一起run 欸 一起刪掉嗎 不是 一起亂還好 好 亂完之後你再看一下結果 欸 結果怎麼沒有變 沒有變 為什麼 我打錯字了嗎 我的genica 欸 怎麼會沒有變呢 欸 欸 欸 我是打錯了 喔 不是reference 是REF 我打錯了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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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REF而已齁 對 REF 我搞錯了齁 所以再run一次 好 run完之後你看這裡 結果就變成是 結果就變成是 Cetosa 有沒有 Versicolor Cetosa Versicolor Cetosa Versicolor Cetosa Versi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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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見了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Versicolor就是我們的reference level 所以這裡不是打REF level 是打REF 打REF 好 可以嗎 照理說打REF level應該也可以啊 我剛剛 我剛剛 REF 他沒有REF level 所以 打打看 要有嘗試的精神 也可以對不對 要打REF level 不是re level re level是錯的齁 是REF level 可以嗎 你可以打REF 或者REF level都可以齁 因為我記得REF level也可以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齁 沒問題齁 沒問題要你寫的 這個寫完就可以下課了 因為我們這一單語就教完了 來 阿里哥 我們把reference level 換成 Versicolor 這個簡單嘛 你會換對不對 剛才已經換過了嘛 我已經告訴你怎麼換成 Versicolor 只是現在換成Versicolor 好 換成Versicolor之後呢 你要把這個 他在Sytosa的這個 激勵的這個函數寫出來 就是他應該是 是什麼分之什麼這樣 然後什麼分之什麼 什麼分之什麼這樣 可以嗎 好 把它寫出來就好 好 寫完的 他們要寫學號跟姓名 好 寫完就可以休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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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